今天很感谢神 给一个机会 我在这里和大家说 我信耶稣的见证 如果说到我自己 其实没有东西好说 一个字都说了 所以整世做事 就是搞到一事无成 狠居居 如果说到信耶稣 当时来说我很抗拒 No way 谁跟我说都没用 我只懂得说 我为什么要信耶稣 耶稣在哪位 直到2017年的12月 我证实阻患了 第三期的鼻烟癌 在那个时候 已经知道了 我没有办法了 唯有接受 有一晚很奇怪 我睡觉的时候 接着我在床上 忽然之间想 是不是我可以 找耶稣帮忙呢 接着我心就在那里说 耶稣 如果你是真实的 存在的 求求你帮我 大步难过这一关 多谢你 接着翌日睡醒了 又没有了一件事了 想起都很差 有事就找耶稣 没有事就say no 就是这样 最记得第一次在电疗的仪器那里 又想起耶稣 然后又跟耶稣说 耶稣 耶稣 可不可以用你双手 帮我遮挡了 不需要接受那些治疗的地方 让我那个伤害的程度 减到最少呢 就是这样 大大话话 我想跟耶稣 说了十几二十次 没有事的 神迹就是这样出现了 在我身上 好感谢主 在三十三次的电疗 和六次的化疗里面 同期大家的病人 医生一早已经说了 有什么副作用 有什么不好的反应 脱头发 尤其是口腔 喉咙那些会受到严重的伤害 会溃扬 或者吞咽困难 呕吐 还有其他各样各样的坏反应 但是 不得这些不信 在我身上发生的事 比其他病人少了一半 还有 在医院拿回来的药 其他病人 医生已经说这些药 是 有抹咖啡的成分 有些抹咖啡的成分 挺重的 因为准备给我们 是用来止痛的 我见到有些其他病人 不够用 还要回到医院里面 问医生拿 但是我拿回来的药 整个治疗结束之后 我还有症 有些连过去都没开 你们说真的吗 信不信耶稣 好了 还有一件事 我很感谢 我一个对我好好的朋友 在我生病的时候 他来跟我祈祷 祝福 支持我 然后还带到教会的姐妹 来跟我祈祷 那时我心想 我跟他们非亲非故 真的从没有认识 真的不怪的 3、9、10、7 为什么他们愿意这么做呢 在小离 我不要 bout 原来这样 就这样是信耶稣的 信了耶稣 那个朋友 问我 缺智信 耶稣没有 好 我就回了 来教会 然后也说 信了耶稣之后 有什么改变呢 有 以前没有那么差 这件事,而且学会了六个字,懂得停一停,想一想,这件事是最好的。 最后一件事,我要多谢几个人,就是我妹夫,謝信和我妹妹, 因为他们知道我生病的时候,第一时间接我到他们的家, 因为他们不放心我自己一个人面对,他们要陪着我面对,来照顾我。 在那一段时间,因为有我妹妹和我妹夫,他们的照顾,是觉得比较舒服。 我心想,如果不是那时候他们逮我,我真的会很难捱。 还有我姐夫,她是因为身体有些毛病,医生不建议她搭长途飞机, 但是她为了我今天的浸礼,她搭了十三个半钟头飞机, 昨天才到香港,今天在现场,我姐夫,多谢我姐夫。 另外,多谢对我好好的朋友,大家明白的了。 感谢神,荣耀归于神。 最后,和你们说一些,我想在座有些朋友, 应该是未相信耶稣,包括我妹妹和我妹夫。 听我说,不要相信我说,信耶稣,有数啊! 回家想一想,都谢谢大家。 谢谢阿Ben,也很感谢他们的亲友远度而来, 见证你的成长改变。 现在我们请许阿凤浩,已经很感动了。 要不然是 从小到小受爸爸妈妈之间的相处影响 我希望自己将我另一半都可以相处 做到互相富士 反而有相有良 但当我真正在组织家庭的时候 是很心慌的 因为先生会经常分事了我的意见 当他有事情要做决定的时候 他会问了他妈妈的意见 然后问他姐姐的意见 但他会问漏了我的意见 甚至有些事情是 当我知道的时候 他已经做了决定 甚至还做好 久而这样子 我觉得自己是外人 好像容忍不了这个家庭 生活和这个家庭感 好像是及早姐 开始就慢慢没有了那种安全感 而且对生活也少了个盘望 直到先生就因为急性抢烟 进了医院 确诊了黑龙事症的时候 当时奶奶就做了一件事 我没有办法接受的事 就是他不相信医生的判断 他宁愿相信 向下所谓的 说命脑的说法 他认为我和大姐的新潮是 抗住先生的新潮 导致先生有病 那我觉得太荒谬了 荒谬都是我不明白 为什么要把这样的罪名 安排在小朋友身上 还有我怕 我怕将来再有身事的时候 又不知道会安排什么 住在我的小朋友身上 我不想小朋友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一边 越来越委屈的时候 我觉得生活过不下去了 我甚至想和先生离婚 我都将自己的想法讲 再给先生知道 当时先生在医院的病房 接受到姐姐和一帮教会 大姓姊妹帮他祈祷祝福 当我收到先生的回复的时候 他就说我想缺止信主 你觉得行 你想不跟我在一起 当时很感动 心里突然很感谢 这位我未信的主 因为他令到我先生第一次 将选择的权利 就放在我面前 让我决定 而且很感恩 很感谢主 好像有了可以改变的盼望 令到我在选择与先生一同信主 真的好奇妙 当我们一起决志之后 我觉得我们夫妻之间 是变得感密了 我不再说 当时决定了我才知道结果 而是先生有时候会主动提起事情 甚至我们之间的生活多了 你觉得怎么样 这样的提问 那很感谢主 他不单止打开了先生的心 又为了我预备了机会 他给我的勇气 是让我可以勇敢地 将我自己心里的那些 所谓的想法 心里的不满 委屈 统统可以摊开 那和先生说清楚 现在我们夫妇之间的相处的关系 就慢慢朝着我心里的盼望 让我方向去 是感谢主 祂可以见到我的生活 再次有盼望 和每日都觉得很充实 很喜乐 荣耀 祝福给主 多谢阿冯 和他们分享到 耶稣祝福他家庭里面的 祝福到这个时候 他有两个很可爱的小朋友 这个神很大的恩典 好 接着我们请Billy 弟兄 今天主 大家好 我是UBC家序的Billy 我今天很感恩 可以和大家分享 我自己的生命 由一句话 以前我经常相信 三岁或八十 很多人都听过 但原来我发现 认了主 这个话是不成立的 所以我们可以在主里面 经历到一个很大的改变 我小时候是一个 很躁底的人 举例子 就是我以前 跟中学同学搭车去上学 朋友之间很喜欢 抱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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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迟到两分钟 我就开始发脾气了 开始有很多的说话给他听 搞错 迟到 这种关系维持了很久 而自己的朋友都不和我一起上学了 是的 就是好朋友 在学校里面 我经常说话得罪人 很直接 有时候说话是串刺人的 是的 到了一个地步 我在学校 跟同学好像玩得很好 因为我是被欺负的那一个 我被欺负的那一个 被折磨的那一个 所以他们都很开心和我玩的 但我留意到他们 在平时星期六日 他们会自己出去玩 从来都不会遇到我 那一刻我才知道原来 我这群朋友 其实 是不是在玩我 是不是真的我的朋友 接着我就 开始仍然和他们有关系 但我自己 对着他们从来 不会认真笑的 而是 我每次回到家都在想 为什么这些 我的朋友是这样的呢 那时候 有个中学同学 被人邀请回教会 他又 工具人又来多次了 就丢了我一起回教会 在教会当中 我第一次接触了全国区敬拜会 当中 当晚的信息 有一首诗都说 何等恩典 你竟然在乎我 就是 那时候神跟我说 祂是在乎我的 我不是一个工具人 不是被人利用过一个 那一刻 我才知道 原来我是有价值的 这本价值很宝贵 以至我那天 我是决定 我加入这间教会 我是信主的 对呀 感谢主 那回到教会 我神给我的 不单是很好的弟兄姊妹 有我牧者 牧者祖穎 阿Lam 他们对我的照顾 真的非常好 又请我吃咸茶 又给了我很多的照顾 很多的建议 以至我可以慢慢去改变 这个过程也很久 我经历了超过一年 每一次跟人说话的时候 都仍然会得罪人 信了住 突然间就说 说话很厉害 说话哀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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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哀 不是 我都经历了一个很大的阶段 不然跟人说说话 对不起 我也有些说话得罪了你 那时候我很感恩 除了牧者的教导 圣经当中 有些说话也常常提醒我 我相信有些人 未相信耶稣也有听过 在雅各书的一章十九节 说到 圣灵会即着 提醒我们 但你们各人要快快地停 慢慢地说 慢慢地动路 这个说话的时候 对于十多岁的我来说 是一个很神奇的说话 为什么 我说话一向都是很快的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说话是机关枪 那么哀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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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哀 但是 神真的在提醒我 就是说话要经过大脑去思考 要去接受别人的意见 要去理解对方的情绪 而不是一味地 不停地说自己的东西 我也是靠着牧者的教导 自己又可以透过我们神的说话 圣经慢慢地学习的时候 我经历到很大的改变 以至我记得 前两年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去玩的时候 四个人计算我自己 他们三个人迟了几钟 对了 只有我一个人在地铁站 等了一个多钟 但是这样神竟然慢慢地去顺服我 以至那天我也是主动去 他跟我们说不要紧的 不要紧的就抽水就算了 免得搞坏气氛 我去玩 神这样一步一步 令我站在别人的角度 去明白对方 除了 神比我得着 有一班好的弟兄姐妹 在教会当中 在我的学校也经历了很大的改变 以前欺负我的人 竟然是和我做朋友 甚至现在是很好的兄弟 他在学校里面 开始教我的东西 不是说我等一下去玩 如何去折磨我 又开始懂得用一些软转的说话 告诉我 我刚才你说错了 神给我的礼物 是原来曾经折磨我的同学 都变成我一个很好的小天使 鼓励我 张荣耀真是归给主 神给我的 令到我 人际关系是由被人吓 而去到 吓人 对了 这种关系 神是在祝福我 令到我今天可以站出来和大家分享 多谢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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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